國家安全方面問題 剛才我其實也都講了 其實一個是維護國家安全法方面 其實我們當年的立法 只是一個實體法 沒有程序法 也都沒有組織法 其實我們現在都跟行政法務範疇 進行這方面研究工作 希望能夠盡快提出方案 讓長官作為一個總體部署 我們推動相關的修法工作 另外就是關於對於國家安全方面 鄭安庭議員對於國家安全方面的論述 多謝你的理解 也都是我是非常贊同 就是國家安全方面 其實是作為中國人全民有責的 這個是我們作為政府來講 更加是要不斷推動這方面立法 執法 司法 還有有關